西游记之中 谭生师徒历经了9981难 才取得真经修成正果 每个人都得到了不同的果位 而孙悟空修成了斗战圣佛 那很多人就好奇 孙悟空是为了做连台 才去西天取经的吗 还是他有别的目的呢 今天事情穿秋就和您说到说到 孙悟空取经的目的 孙悟空取经这个事情 其实分时期来看 如果直接问孙悟空取经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答案会五花八门 首先这种答案也肯定不客观 而且也不能代表孙悟空的真实想法 所以我们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孙悟空 可以得到更标准的答案 我们先说一下 孙悟空为什么被压在五星山下 原因是太狂了 不把玉帝放在眼里 玉帝可是天界的老大 这么高级别的神仙都敢亵渎 孙悟空就是没事给自己找罪手 虽然孙悟空法力高强 但是实际上是玉帝没有动真格 不然一个太上老君 早就能把孙悟空弄得原神俱灭 不过因为为了让孙悟空能活久一点 所以设计让卢来搭救一下孙悟空 说是压在五星山下五百年来赎罪 这明显是一个很轻的惩罚 要知道随便一个大罗金仙的修炼 都要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 就拿白素针来说 都是个修炼千年的蛇精 孙悟空区区五百年算得了什么 所以说卢来其实是来帮助孙悟空渡过难关的 那对于孙悟空来说 他的心路历程又是什么呢 在压在五星山下的孙悟空 其实更多的是想要重获自由 心里有所怨念 但是奈何打不过卢来 只能压住怒火 后来谈生取下了镇压的符咒 孙悟空重获自由 但是条件是陪同谈生西天取行 其实这个时候 孙悟空更多的是想要自由 说什么七天取经根本没有时间考虑 之所以会跟着谈生 一来是为了报答谈生解救针 二来有了自由生干什么都舒服 取经之事糊弄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到了中期的时候 孙悟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因为取经路途遥远 而且困难重重 师徒几个磨练出了感情 孙悟空对师父和师兄弟几个 不仅有感恩 更有不舍之心 所以孙悟空在取经路上更加武定 那孙悟空到底有没有想过成佛呢 其实一路走来 孙悟空对佛应该是没有概念的 直到真假美猴王开始 打死六尔弥猴之后 如来许诺孙悟空取得真经 可以做联台 从这里开始 孙悟空确实有些变化 当初被如来镇压500年后 其实说白了 等于进了监狱 行马释放如来给了份工作 也就是路上打打妖怪 交点朋友 后来如来还许诺将来可以给他一个高等级的岗位 孙悟空心里肯定是高兴的 他可不考虑普渡众生的问题 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 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 是为普渡众生而去取经 从开始为了自由 到守足情生 再到有机会成佛 他取经的目的一直在变化 孙悟空可以说代表的是普通人 一开始为了长生不老而去学法术 上天庭也是为了一个体面的工作 没想到玉帝不当回事 而好不容易如来看中了 肯定要把握机会扶摇直上 所以说孙悟空是想成佛的 不过不是一开始就有成佛的想法 而是在变化中才确定 今天是影春秋就说到这里 喜欢文化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